部長想問一下 現在就是有學生在廁所貼您的照片玩這種偷窺梗 部長會支持這種二創嗎 你會不會在意 然後會不會擔心 Q50年齊訣料 我想這樣的一個 在學校 他們學校裡面 學校有學校的校規 那他們自己符合那個校規 符合這些東西就可以 我這些東西不會在意 看 總統 民主看美台商很憂心到對台軍手 窄化到台灣對不對 總統 民主看財政公的公測證件 在民主提出公測證件之後 尤其那一段畫面被大家伸出是把騷擾當成有序 那任何部長要道歉 這個部長 第一個 我們在畫面上並沒有這樣的意思 但是讓大家如果有感覺這樣子的 那我們表達我們的歉意 那我們也跟我們的創作團隊也有研究過 也跟他們表達就是說 需要做一個修正 那他們也欣然同意 那現在都在修正跟事後相關的作業中 那我們並沒有任何要有騷擾任何的意識在 有這種感覺我們表達歉意 台北是一個進步的城市 我們努力讓他做性別友善 不會因為那個免治馬桶的政策啊 現在好像引發了一些誤解 有沒有要對這個政策再比較詳細的來做說明 對我相信大家的批評 像我們的副市長批評說 以前他們想要做 他認為是華而不實 可是事實上當初他想在市場設立的時候 並不是因為華而不實嘛 是因為我看他的理由是因為大家覺得 在清理上不方便 所以在那時候 而且事實上在那時候可能整體的設計上 也不是那麼的理想 所以就打消主義 所以那時候是他在黃市長他們也認為說 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沒有華而不實這樣的情形 事實上讓身體能夠更清潔更舒服 這是市民的一個權利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有人在另外批評說要清潔 那清潔是最基本的 廁所的清潔這不用再說 這是必然要做 既然把馬桶都升級了 地面各方面清潔的升級 這個是我們對於從細節開始注意 跟市民表達我們的意思是說 我們很細心 我們觀察到生活細節上的需要 所以整體公設的一個清潔設備都需要升級 免治馬桶是其中的一項 如果部長搭員擔心水會沾上汙汙汙 會擔心水會沾上汙汙汙 所以這個部分部長怎麼看 還有再來如果免治馬桶的話要配電 那這些經費到底要該從哪裡來 對當然任何一個政策要實施 那當然要先編列預算通過議會 這是必然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至於在裡面擔心在那個 就是那個嘴頭啦 什麼各方面有不清潔 我講過我們可以相加檢查 然後第二個現在都是有 不會回息的這樣的一個設計在 所以也請大家放心 市長怎麼看陳時中來召開政策記者會說 他要在公測廣設免治馬桶這個政策 其實這個這樣啦 也不是不可以 常常說 這是這樣啦 我們當時 以我們自己 常常是這樣啦 執政有時候要經驗 我們當時還設社會住宅 到底這個社會住宅要不要設免治馬桶 內部也討論過 但是是這樣啦 我們有實際也是先試一個說 要免治馬桶 後來發現損壞率太高 為什麼你知道 自己家用的免治馬桶 人員可以訓練 可是公用廁所你很難確保來用的 每一個都是有會用的 或是有接受過使用的訓練 所以後來我們就發現 社會住宅使用免治馬桶 那個損壞率太高了 超過我們的那個 那個叫running cost 維護費用太高 所以後來我就下令說 那社會住宅 後來後來再蓋了就不用了 不然是這樣 我也認為是這樣 很多東西也不見說 它一定不對 就是說 你現階段問我的話就是說 它維護費用成本太高 因為它維護太困難 當然在結局經過十年二十年 國民水準高的 大家都習慣使用 要改 可不可以也可以 不過目前我們台北市的公共廁所 所以沒有衛生紙的情況 機會太低了 我覺得我們這種 那種 恢復的這種人力還不錯 所以結局是這樣 我也不好意思批評它 就是說 這個有實際執政經驗的人 就知道說 這個行不行 所以政治常常是這樣 fet cost 成本效益 所以你說這個育兒津貼要增加 坐月子什麼 其實也不是不可以 都可以 但是我非常清楚 你現在年輕人多給他兩萬塊 他會不會生小也不會 你給他多個幾萬塊 他會不會去結婚也不會 我們自己的小孩子都知道 不過是這樣 他有政治上宣傳效果 我也知道 所以 我倒覺得在這個階段 大家提出來政策 不要用傻逼政策 你問他可行不可行 當然可行 可是 可是到時候就要去擠壓其他的項目 如果你不擠壓其他的項目 就是開始 所以為什麼每個縣市到最後 財政紀律的垮掉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都要錢 大家也不敢去刪掉誰的預算 來補這塊預算 最後就開始舉債 所以為什麼整個國家的預算 後來很難控制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是這樣 我是主張每個候選人 我們盡量不要提出傻逼政策 這種動作 盡量不要 為什麼 你說能不能執行 當然可以執行 我也知道可以執行 那就是 這種風氣一旦養成 後來財政紀律就很難控制 市長 現在宣傳片還找來這個你想提告的四叉貓來拍影片 那大陸宣傳效果 好嗎 所以這也是我們台灣政治的一個目前困境 就是說 我還是覺得 我們現在就是 每個都在問說 誰選得上 從來沒有人在問說 誰會做得好 所以後來就變成 選舉已經變成是一種表演事業 就是要炫耀廣告 到底真的做上去行不行 所以老實講 國家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講一大堆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常常講一大堆 執行力就是很差 這是我至少當台北市長這幾年來的經驗 你看國家的每一條計畫 我講一大堆 時間到預算執行力都很差 所以是這樣 但是這個是我個人的抱怨 不過是這樣 我相信這樣 台北市民還是在 台灣還是平均數值最高的 所以台北應該要有能力 去低迫這些貨拳 你們就來做政見的辯論 每天拍影片 這不在 對啊 太是個事實 但是請大家 盡量把注意力轉移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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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